好主播从今天开始鸡蛋的产地价批发价各涨两元 而上午在菜市场买气如何 但你听一下稍早民众说法 民众万分无奈甚至已经涨到麻痹 而鸡蛋从今天开始产地价批发价 各涨两元 农委会表示会尊重市场的产销机制 但换个镜头来到了超市 业者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涨价的消息 但是从昨天晚上开始 已经有不少民众来抢蛋 一盒六十元的席选蛋 在货架上几乎已经被抢光 至于未来会不会调涨 还要与厂商做协商 另外这一次的涨价风波 农委会分析应该是受到饲料影响 另外天气炎热鸡汁减少产淡 而鸡蛋在今年以来 已经连续好几波涨势 民众荷包又锁水 最近消息将时间交换棚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